一箭双雕 南北朝的时候,北周有一个智勇双全的人 叫长孙胜,他射箭非常准,没有人能与他相比 皇帝决定派他护送公主去突厥完婚 他们历经千辛万苦,终于到了突厥 突厥国王很喜欢长孙胜,就留他在突厥住了一年 在这一年中,他们两人常常一起游玩打猎 有一次,他俩正在打猎 忽然看见从远处天空飞来两只大雕 这两只雕纠缠在一起,似乎在争夺一块肉 突厥国王连忙送给长孙胜两只箭说 你能把这两只雕射下来吗? 一只箭就够了 长孙胜边说边接过箭,拉满弓 眼疾手快地对准雕一箭射去 只听嗖的一声,两只大雕串在一起掉落下来了 好剑法,一箭射下两只大雕 周围的人发出阵阵喝彩声 齐声称赞长孙胜剑法高明 后人用一箭双雕比喻一举两得 好剑法,一箭射下来